今天是双十也是红海郭台名夫人 曾馨和小女儿的生日 无论两同一天生日每一年都会一起庆生 还透露说老公郭董年年都会浪漫的送上花束 很爱搞神秘 这玫瑰花的颜色都要保密到最后 那么曾馨今年十月才刚去美国找郭董 返台之后隔离十四天出关 他立即就到罕见疾病基金会做慈善 偏向学童大声唱生日快乐歌 红海装扮人郭台名夫人曾馨莹和女儿QQ同一天生日 每年双十一都要一起庆生 曾经大方在镜头前接手献花 曾馨莹透露老公郭董每年生日都浪漫送上花束 而且玫瑰花颜色保密年年都不同 曾馨莹生日怎么过他透露自己不在意礼物 生日这天虽然常常有朋友邀约 但他更喜欢把时间留给家人 好几次公开晒恩爱 曾馨莹和郭董同台通常都是永龄基金会的公益活动 特别是自己和女儿QQ生日的这天和女儿一起做慈善更是固定行程 今年生日前曾馨莹十月才到美国找老公郭董 返台后乖乖隔离出关就迎来四十岁生日 今年则是到罕见疾病基金会和孩子们一起画画庆生 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在二零一八年当选 就后他搬到了凤山行政中心来办公 而且砸了一百三十六万元装修的市长室 现在内部曝光了市长室里面还藏了一个神秘扫房间 里头有一张双人床 领域设备很像单身小套房 未来这里青年局将会进驻 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在二零一八年当选之后 是花了一百多万来整修办公室 现在这个办公室内部也首度曝光 一进门一路也连就是幕僚的办公桌 再往右走高达五十几平的空间 就是韩国瑜当时办公的地方 前市长办公室空间宽敞 装潢简单朴素 大部分家具摆设和办公桌椅 随着韩国瑜的离开也几乎被腾空 当时韩国瑜就在这里来办公 那他只要起身往旁边走几步路的距离 可以看到这边又有一个神秘小房间 一打开门有床有镜子 再往后看有冷气以及卫浴设备 碗如是一间小套房 根据了解有点小洁癖的韩国瑜 有时候结束行程会使用浴室洗澡 换衣服稍作休息 但商人期间他是没有在神秘小房间过夜 如果想透透气的话 韩国瑜则是会跑到市长室后方的阳台 吞云吐雾 而要进到这里他通常不走大门 当时韩国瑜上班的时候坐车通常会直接下到一楼 把车子停在这个市长专用车位之后 再搭乘电梯上到二楼 而进到这个电梯我们可以看到 需要有专门人员来使用这个指纹才能正常行驶 师傅表示目前只有三个人的指纹登陆在辨识系统 在韩国瑜上任期间也只要少数人拥有权限 市长室门禁相当森严 不过这里在能力年前青年局将会进驻 原市长室的空间我们会作为青年局的办公厅社 那原本这个新闻局的第二办公处的这个部分 我们会作为青创基地的规划 那我们目前针对青创基地的规划 我们是希望作为这个网路人才的这个培训中心 2019年韩市府耗资391万打造的青年局办公室 运有民众反应交通不便 加上60名员工要轮流使用两间厕所 在诸多限制之下青年局决定跟这个办公地点说再见 搬到凤山行政中心 也意外让韩国瑜的神秘办公室随之曝光 接着艳航人关政高雄报道 要订阅对应该要打资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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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